世界级的交响乐名曲 Belillo 玻璃路原曲为西班牙的轻快舞曲 经由作曲家拉威尔重新编整 在不动节奏 旋律 和音等状态下 借由乐团的乐器配置 精妙地将此曲重新诠释 台湾国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张静波 对此曲以同样的手法 由国乐中各种不同的乐器 演绎出此世界名曲 让曲调在层次的丰富度上 增添画龙点睛的风采 台湾国乐团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 为了将在4月27日星期六的演出 爱无限 乐无界 音乐会来做准备 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各位介绍 国乐团40周年的第三场音乐会 它是扣合整个序中心的话 它有一个戏曲艺术节 那它的主题其实是非常爱 那当然我们的话 这个音乐会当定义的就是 爱无限乐无界 那希望其实透游音乐的话 其实大概都知道 其实音乐不管怎样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国界 那当然相对的话爱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这场音乐会 其实能展现各种对话 不管是西方跟东方的对话 其实我们国乐团 其实都持续的延续着 张静波指挥陈谈及玻璃路 是他的一种尝试与挑战 国乐团与西洋乐团最大的不同 是多了一组乐器弹播组 所以在层次的丰富度上 多出了西洋乐团的选择 但对乐器种类搭配上 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 本场演出除了曲谱的心拳势外 还有一种创新的演出方式 中西弦乐以双斜奏的方式进行静奏 那在这首作品里面 我相信大家会最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要用222这个名字 我们从曲名上面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国乐曲可能是标题音乐 你可以从它的标题上面 可以得知说这首作品 它可能是写风景的 写感情的 那从这个作品的名称来说 222好像很难看出 它到底在写什么 那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从这个曲名上面 直接给观众一个感受 是它分成三段 那在这个2的里面 有三个2 分别象征着中乐 西乐 以及古增 竖琴 还有词咒乐器跟乐团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上面 然后在这首作品里面 我有两个企图想要呈现 第一个企图呢 是希望把光环 拉回到诅咒乐器之间的互动 那第二个企图呢 是希望可以去把两个诅咒乐器 以及乐团的平衡上面拉成一致的 让它不要透过扩音的这个设备 然后去呈现出来 它是一首非常多音的曲子 所以常常是我整个跟乐团 弹过一次之后 手是没有到碰爬啦 可是是很痛的一个 几乎要休息一阵子才有办法再弹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音真的是很多 所以我跟古增两位 就是从慢到快 就一直在赛跑的概念 那因为整首都是 几乎是一个比较大的音量 所以我们播奏的力道 也都要很带劲 所以对读咒家 我想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在体力跟在声音音色的分配上 不过很开心 我觉得是一首很棒的曲 古增在古乐团里面呢 它是属于是弹播乐器 那所以在弹奏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需要佩戴指甲来弹奏的 跟竖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 那从这个调性上来说呢 它是五声音阶 也就是我们说的工商学直语 所以它是没有发和息的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呢 这个现代作品呢 在演奏上呢 它的定弦是打破 原本传统的五声音阶 所以在演奏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定弦重新调适了 也意味着这首作品的这个色彩呢 它有新的这个布局和这个变化 就是首先从这个演奏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这是我们最想追求的一个演奏的境界 那其实在演奏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面带微笑呢 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和这个乐团的 这个交融的过程当中 精神还有内心已经升华到这种天堂了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自然的情感流露当中 面部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满足的一些表情 其实是非常享受的 听完西乐游国乐的演绎 古真与肃琴的静奏后 最后台湾国乐团也尝试了另一种的跨域演出 由原唱西洋声乐的男女高音 对中国师傅进行西洋声乐的演绎 中文虽然对大家来说 就是好像感觉起来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它应该是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事实上它的咬字 还有它的子音和母音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对歌唱的人来说 其实是比较有困难的 尤其是就是西方美声唱法 所以其实难度是有的 然后再加上这首乐曲对我来说 其实它是比较低的 就是跟以我的声线来说 它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是花了蛮多时间去克服 那当然但是我觉得其实跟乐团合起来 通常第一次合都会觉得 好像就是变得更困难 因为你要加入了另外一种元素 可是我真的是不得不说 就这个乐曲 当然它写得也很棒 然后台湾国乐团真的很棒 所以加起来的时候 那个氛围 然后还有那种感动的那种 我觉得在那个的情况之下 就是情境之下 反而就是变得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 因为中文第一个是中文有些的 比如说七一欧求中间会有 它的发生的 比如发生的习惯 跟中跟西方的立刻就是说我在拍点上要立刻到母音 的会有一些的区隔在 中文会take the time 在子音 因为它子音比较多 会可以占拍子 可是在西方来说 正统是子音要在拍点之前 到拍点的时候已经是母音了 所以你听了大部分都是母音 母音 可是在唱像中文这样的语言来说 那个咬字 因为子音所带出来 那个语言的美感 再加上那个语韵 要收那个语韵在 所以那个东西跟西方的唱法 无论是意大利的或是德国的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区隔在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母音好像是很容易唱 没有 那个东西因为要牵扯到的一个腔调 跟那个韵的一个如何收尾 而且站得拍场多长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讲说 可是 一定要收那个 的那个尾 不能 可是又不能 不能拿自己去占那个牌子 三种不同形态的中西方音乐对坛 紧扣音乐会主题 是为了纪念台湾国乐团 40周年团庆 也是现代音乐家掌握音乐的本质后 进行沉淀内化 重新塑造更宏观的美学视角 记者林奇慧 丁克宇 林婷君 台北采访报道